现在要来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电网 透过智慧的相关技术来帮帮我们电网里面 来做更好的一个供给端或需求端的管理 让它的效率如何提升 一旦有提升一Person 就代表说我们不用再去拖一Person的供给的建立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先从智慧电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智慧电网 那我跟诸位报告 这过去通过我们之前的同样的努力 我们已经把高压有2400万户 那这个高压部分 已经涵盖我们全国用电60%的 2400万户的智慧电网建立起来 台电已经在透过这个智慧电网做 很好很有效率高压的大用户的用电管理 它每年根据台电的数据的话 大概有将近六亿元这样的一个效率 结电的效率产生 那我想这一块我们会陆续去把它做强化 那在智慧电网的部分 我们在试换的部分 我们在澎湖的那个试换 我们积极要把它进行完成 然后把那个部分看能不能往下去做扩大 这部分我 在这边要跟出发 我们过去还要在努力 这是第三个那个系统面 第四个是产业面 产业面会是说我们在做结电也好 在做那个再生能源的供应扩大过程当中 一定可以带出彩列出来 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LED 我们国内的LED本来就有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最近这两三年来 我们积极的推动这个LED的这个路灯 我跟出来的报告 除了路灯之外 我们国内的这个LED的那个交通的耗制 已经是全球的第二个 完成所有交通耗制改成LED 这节省了国内的有限 第二个部分呢 再做个报告 我们今年如果很顺利的 有一个水云路灯的落入计划 把水云路灯掏换成LED 我们就可以全部取货 第二个把所有那个耗米的那个水云路灯改成LED 路灯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国内的这个LED的产业 可以从上游的这个晶片中游的模组到下游的整个那个系统的路灯建立起来 而且不是只有这样子 我刚刚讲说要加入那个智慧运速 我们只要LED路灯都能够完成建设 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智慧的这个这所谓的那个这个造型的管理 这东西还是有很多的那个那个节点的效益处理 那我要跟诸位报告就是说 我们除了做这个能源的发展之后 我们也要带产业 那这样子才能帮我们的那个台湾的那个这个智慧运升起来 那在在在报告完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就不同刚刚一开场的时候所提到的 这个怎么去发展这个立民 部分就是一个很明确而且是必须要走的路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做 要要要要要赶快来落实 那落实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用伙伴的关系 这个伙伴的关系就是政府民间 包括我们的那个这个相关的那个这个 这个法能源机构要一起合作 那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蛮认同刚刚那个主持人所讲的 要互信互赖 如果没有互信互赖 果然关系没办法建议 那我们就没办法发挥最好的力量 我想我先花了这个蛮多的时间跟出来做吧 这个感谢刚刚的提问 我想这些提问都有助于我 这个精进我在这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提问的那个问题 是有些奸身 不过我都一一的来 这个试着来做回答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再生能源的那个成本 这个我们有哭过了 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 我们要把那个太阳光电提早到2025 其实我们都要投入大概2千多 这样的一个这个敬佩下去 因为毕竟我们很坦白来说 这个再生能源虽然技术也精进的 那个成本也降下来 那毕竟现在还算高 想像成本也的话还算高 那毕竟在这种状况以下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投入教育的情况去投入 但是我们既然认为这是一个毕章的路 而且是利益 应该要去做这样的工作 那当然这个部分一定会增加我们的一个这个 这个电价 才会用在发电上的这个电价 那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电价 有一个很好的机制 这也要感谢我们立法院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电价公司 那这个电价公司很明确 上面就是成本 下面就是我们的供电量 那你每年两次 一次是在4月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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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明确的去解释 我们所投入的成本 跟所这个花的电 然后就算出我们的这个电价 然后那当然这个部分 为了要这个减少冲击 我们在涨价的过程当中 会去stealing 每半只不能超过3%的这个涨价 那当然是如果是成本降低的时候 我们充分的环境这个成本的降低 那这样的一个电价公司 如果能够很顺利的运作起来的话 事实上你就可以来做更多的工作 在这样一个市场机制底下 那我顺带提到说 刚刚那个主持人也说 这个要走向那个能源民主 要这个资讯的一个揭露公开 我跟主持人说 我们现在最近在4月1号的第一次的那个 这个新的电价公司底下的那个 所有的资讯通通揭露出来 通过揭露出来 这个部分就在我们能源局的网站 很清楚的把所有电价 那个公司底下的上面的燃料成本 或者经营成本下面的这个 这个用电状况通通 把那个这个公告出来 那诸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能源局的网站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很详细的那个 台电的那个成本之下 我想说我们希望呢 就是做过这样一个 公开透明机制化的工作 让我们在这个价格上 能够有达到我刚刚所讲的 互信互赖之后 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一个事情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暂比很明确 基本上如果我们达到我刚刚所讲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2030年的时候 那个两个部分 一个是装置的暂比是达到24% 那发电会达到17% 那为什么装置跟发电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再生能源有时候是 是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发不出来 比如说太阳光电 没有太阳的时候发不出来 那风力发电没有风力的时候发不出来 所以那个装置跟那个 那个会有些差异 我必须这样说明 这是很明确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那个攻击机关 为什么不用绿电 抱歉 我们基本上很积极的想要说 多一个这个自愿性的绿电更够 不过那我们还在努力 因为这个从宣导跟大家 能够来认同这个机制 我们在努力 但当时的一个精神是说 因为公家机关要做很容易 就被敬畏就做了 但是这个部分跟我们的精神来看 我们如果从民间的企业或个人能够投入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原来要补助下去的钱 透过这个认购绿电所增加的费用 去增加我们后续的那个更多的这个采购 那个所谓 或者是推动这个再生能力的工作 所以当时我们是想说 公家机关一声令下 那这边进会都做了 但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第一阶段都要这样弄 我们先从这个民间的企业 来看看有没有机会 让他们来透过这个资源性能够 强化我们更多的这个资源 来做这个再生能力的一个工作 那另外提到的部分就是 割专的那个补助 能够把那个使用能源地位的目标 当然是可以 但是我要强调的说 我们做那个研发的那个补助 即使它事实上最重要的是 怎么让这个技术有创新性 跟得到你所要达到的那个这个 技术的发展 跟掌握到你的原创性的那个专利 那如果我们说 你用了很多绿电 或者是你怎么样 然后是给你加分 那那个核心的第一码忘掉的话 我觉得这个部分不是很好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那当然这是见仁见智 那只是我从我的观点 我们正在来做一个说明这样子 那第二位所提到的部分就是 那个 他比较富裕我想 可能我这边就比较 不需要来做一个这个 往下的回忆步 那我对这个第三位的部分就是 大家大家都听到说 有明确的那个 也没有明确的能源政策 其实我要很坦诚讲 那个政府是有明确的能源政策 要不然我刚刚不会讲出 那么具体的那个 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 有这样的一个能源政策 只是说 这样的部分是不是 得到这个 这个所有 这个民众这边的了解的认知 我想这块我们必须要去努力 必须要去努力 那我觉得 这个 法规的这个整合 我觉得是本来都需要 因为基本上 政府也很积极在做那个 法规的松绑 或者是一个这个方法 那我举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最近也在很积极的 这个配合 跟那个 提到那个 田委员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做订阅的部分 涉及到很多法规面临的部分 那确实是要去努力 确实是要努力 那这块就是 我们所提到的 法规的一个松绑 所以说 本来就是说 政府这边有时候 这个 在单位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没有做到整合 那在设立法规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 所谓垂倒的问题 那我们必须来 来做这方面的一个 这个松绑 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 放欢的一个这样的工作 那这个部分是 必须要一直做的 必须要一直来做 我想 这是需要的 要一直来做的 那技术整合 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我过去 不好意思 我再提 我过去 在做那个 技术的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个 检释的标准 我们把它叫做 Technical Reading Level 就是说你去检释 你投入技术的时候 它走到哪个步骤 过去我们都是 做到那个图形品 OK 有那个专利的 我就 这肯带大家来 用 可是我们现在 挖掘说 现在那个技术的发展 过程当中 不是单一的 只有硬体 软体 其实现在的那个技术发展 是Tobosolution 硬体加团体 加上一个服务模式 那这个部分就是 必须要走到 所谓的 比较后面的 Pilet Run Pilet Run 刚刚有个前辈 所以我们现在 也很积极的想法 说我们投入了 那个新的能源科技 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做到 雏形品而已 有掌握到的专利就好 就等待那个 业界来看看 有没有移转 我们事实上 还要往下走到做 那个这个所谓的 Pilet Run 有这个时机 那有了时机之后 我们才有机会 把它做扩大 我想这个部分 政府已经 这个很积极的 要朝这方面来走 那当然这块就是说 要投入的机会就要多 那即使这过程当中 也可以引进 这个民间的事情来讲 比如说我们刚刚 唐拉丁 我们过去就有合作 很多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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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化的部分 这个合作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 让我们所 研发的工作 有机会在台湾 透过那个 Pilet Run 去找到 我们的应用手机 我想这个部分 确实是应该这样来做 我们现在也在做 对 那个第四文 提到那个 也是到能源政策 其实我刚刚讲说 这是有的 只是我们要提到 让各件 都更清楚了解 这样子 那那个 对不起 那个 对不起 最后 化石燃料 那个部分 就是 如果成本可以反应的话 就不会 有用那个 压低那个 电价价格来做 化石燃料 我想这一块 我刚才提到 有那个电价公司 我们就会忠实的反应 那现在是说 这个成本项目 是不是透明出 是不是 这个很清楚 做到了 这个 所谓的 营业效率 提升下的一个产品 像大概做这样的補充 那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待会如果 各位有个朋友 再做说明 谢谢 用最简短的部分 来做重点的回复 因为时间上 很过多 一个那个 刚刚谈到那个 地热的部分 是我们宋教授提出来 我想地热的资源 刚刚提到 在台湾是很有高的potential 那基本上 我觉得这目前 目前的一个开发型 还算高的过程当中 政府是要主导投入 我觉得 这我认同 那在这种状况 状况底下 政府本身也很积极的 在我们从他们来做一做 我们怎么去做这个探勘 然后另外一部分 我们把那个 收购的那个 地热的图备 我们把它计算出来 让业者有一个这个 游戏规则可以往前走 那我们也努力 跟这个环保署 你们来看 怎么用更好的 或者是简单 那个 简易的这个 环境影响的预估 那现在 争据到的部分 就是在试验的 这个探勘 试验的那个 发电科医里面环体 那当然 一旦试验成功之后 你们提到说 如果往下走下去 那环体是不是需要 我很坦诚的这样说 我们 我们国内的这个地热 是potential很高 可是基本上 都是在 需要好好地思考 那个环境冲击的这个区域 所以这个环境的部分 我觉得 我们还是在这个 环境的这个保育上 还是要来做 但是 能威局 既然 把这个地热当做 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 绿色的能源发展的话 不管怎么样 能威局是一定跟业者 起来努力来举这个问题的 我想 应该这样来说 那 至于我们 能够再争取到更多的 这个瓦灰的这个 这个松绑制度 我想我们会来努力来做 这个是大概 针对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那个 电网的部分 没有错 电网路跟花电 来做分离的话 即使那个绿电 即使就可以直接 说透过这个 这个 自己的电网 输到 你想把绿电 使用者的手中 但是目前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限制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国家的法令 目前这个 电网跟发电 还是没有分离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也要在这种 居旧现在状况下 去努力做 看看 可以来做更好的一个推动 那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也会在 在法规面来做 做努力 就是说这个 这个电液滑的一个 相关的发展上 我们也没有机会 让这个 发电 跟这个电网 都独立出来 达到刚刚所提到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在努力 进行中 那这种东西 如果能够成熟的话 小型电网发展 就有机会了 就是说在一些 独立的一个地区 用小型电网 的运作 就有机会 我想这个部分 需要靠法规的一个调整 来进行 我们也在 在积极的计划当中 那刚刚那个 蓝氧一二公司 所提到的部分 那个没有错 因为刚刚 那提到的部分 电网现在是在 中头的电液 台湾只有一家 中头就是台电 在这个控制 那未来如果说 透过这个 网规的调整 有机会把那个 发电跟电网分开的话 就是 就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那微电网的一个 这个设定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些示范在做 一旦说这个 电网跟电液 如果我们都区分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示范案 就可以去做扩大 我想这个问题 这样的说明 那 您刚刚提到 那个 政策环境 我们有在一起 我们也是希望说 在今年年底前 会把那个 能源政策 政策环境送出去 但是不代表能源政策环境通过的时候 你个别的那个环境影响 就不用做 其实还是要做的 那个部分 我想我们必须要有 准确的观点 今天我想补充说明 那那个 个案的问题我想 那个可能 那个 您提到的就是 你公司提出那个环境影响 提出的时候 我们能源政策环境 来注意 我想 那可能当天 可能有其他的人 会有几样 我想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提醒我们同学 在这种状况以下 我们应该是跟电液 一起来提议 来做各个面向的一个 大概做这样的一个 真的没有问题的回应 那那个 刚刚那个 我们执行长这边的一个 建议我受教 我真的是 很坦诚的讲 我们的那个 绿电的那个 这个 制度的设计 不是很完美 我 我应该这样坦诚的讲 如果你刚刚提到 企业购买绿电 没有很好的配套 因为国家没有所谓的 那个碳交易的制度 那不像 只要国家 那个碳交易制度 他购买绿电 他会列入那个碳交易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积极的 跟繁包署在 在努力看 那我们把那个绿电 纳入的碳足迹 至少碳足迹 可以登陆 你购买绿电 这个内容在里面 那这是我们在里面中 很有可能 很有机会能够促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 我个人认为 这个制度 还是有他的一个精神面 我要这样讲 因为 我们现在那个 这个 那个 综合电业 根据我们再生的内容 综合电业 是必须要购买 我们的那个 那个再生的内容 他要购买的任务 那我们现在再生的内容 的成本还算高 所以 你会透过我们再生的内容 把人继续去补助他 那 绿电的购买的费用 是把它扣掉 那扣掉了之后 那剩余出来的钱 我们就有机会 多去 争取更多的 再生内容 这个发展不足 大概是 是这样的 因为新的电贷公司 已经让你把 IT的钱 转家到哪里 连去 所以基本上 你自己把一个 强制性的东西 跟一个资源性的东西 混在一起 所以有框架混开 那个有扣掉 就是律师爷说过 是简像 扣掉 因为你都是 罢了同一个基金 所以基本上 那这个东西 怎么 怎么增加 没关系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会 会那个 就那个 尖长年所救救的部分 来设讨论 但是我 我虽然是 到农根局 这两个 不到两个月先 差一天 但是我对这个部分 我认知到 确实是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 它还是设计 它的精神面存在 那我等一下会讲 那个精神面 对我个人而言 那个精神面 因为我自己也有买 那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买 我待会也会来讲 因为大家有同学 要这个事情 那那个 你提到那个 那个 成本 确实没有错 如果能够把那个 那个社会成本 或者其他成本 纳入聚集是好 不过 我们现在的那个 这个 目前的环境的架构比下 是这块很不算 那我想说 我们在未来 那个店家公司比下 因为那个 神机会里面 可以来做讨论 可以来做这个 释放的讨论 对 那那个 ESCO的部分 我想 ESCO 现在其实国内的ESCO 已经有到国外去拓展的时间 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机会呢 我跟那个 您报告 基本上 我们透过国内的那个机会 就是让他在国内练拼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那个 那个这个 那个 就是太阳光电的ESCO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那个 这个 做那个 LPD的那个 路灯的那个 派外 其实都有很多ESCO进来 那他们透过这个机会 就在国内练拼 即使刚刚有 有那个 我们的 专家提到说 如果你让他在国内 有这个机会去练拼的话 其实他们就有机会 在国外去拓展 那当然 除了这个还不够 我们事实上 在经济部的贸易群那边 对ESCO的国外拓展 其实是有补助的 他去参展 或者是相关的 他们可以拓展到政府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 这个再来做 这个后续的一个 协助跟强化 因为国内已经有 这样的一个机会存在 因为过 我前几天有跟 国内的ESCO的协会 来讨论过 我们会来帮忙 再建立一个 这个第三层认证 那他们在透过 这个第三层认证的机会里面 有机会 拿到那第三层认证 在国外市场上 有拓展的一个 这个 这个收到肯定的一个 这个情形 那刚刚有的同学 拿到说 对立面的太阳光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广域的立店 就是再生能力所关于 这一定我们要支持 我刚刚开中林医 就是想说 这是一条要走的路 要走的路 那那个 狭义就是我们现在 推荐的自愿性的立店 我有个人的感觉 因为那个 买了立店之后 各位 我的店费的那个 这个 那个店价 每个月 讲的店价增加 那五行中会提醒我 我必须要 去做这个店 这是对我的一个意义 所以我觉得 在这种状况下 我可以来接受 做这样一个 立店的自愿能够 我想 我大概做这样的 这个回应 刚刚的各位提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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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